前一天,石家庄稿城区一个定点隔离医院则在夜间秘密转移患者,将他们送往一月份建成的方舱医院黄庄公寓。 据称黄庄公寓占地面积510亩,有3000个隔离房间。 画面显示,从稿城中医院转移患者,在夜色中被防疫人员用轮椅从医院推出来送上防疫车。 网友分析说,这些患者路都走不了,显然状况很差,而当局却声称他们已经痊愈出院。 这可能也是这些转移活动要在夜间进行的原因。 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。